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说 我相信东方的家长更喜欢乖乖的孩子 二十方的家长更喜欢独立的孩子 不过 那个做法是最好的 我们对这个问题开始解决其来吧 命题少数 请你们开始 谢谢 老父妈妈的做法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 要教育应该从小学开始 孩子是说 各种信息的能力是学到当惊人的 而大人就没有那么快了 要是到了高中才开始认真起来努力学习 那这孩子已经落活了太多了 尝试即忙干上其他孩子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一般这种做法的结果都是一无所获 大多数的孩子都不会自觉地去用功学习 所以大人们必须叫他们去学习 一些孩子长大后会变得不收贵族 因此家长需要教他们什么设计率 就让这些孩子才能好好长大 胡妈带的孩子一般都很怪 只要不停学习 你才能保留信息 胡妈做的就是在帮助他们的孩子走上正确的道路 可是这是说了 事实上胡妈为孩子做的太多了 他们给他的孩子很大的压力 并且他们的孩子当做他们的整备 他们认为重要的是高分和成就 不是他们的孩子快乐与否 胡妈不明白的是睡醒很重要 可是有些知识不是从初上睡的 而是从社会从生活中睡的 我同意孩子吸收各种信息的能力是相当惊人的 反而有些人并不适合学者 你的孩子可能是未来的篮球明星 但你太专注于感情而不停他的 很多人的童年都很糟糕 但长大后有成功和生活和能做出一方大事业 他没有说什么或不是所谓 有些甚至没有高重点 但他们长大后对社会有用品尊重他人 孩子不应该是摸摸 而是要输桌的年度 他不应该觉得我妈妈很厉害 如果我放大腿 他会恨我 请记住可是高兴的孩子最好过了 谢谢小苏 明替小苏 请你们防部 你提到说孩子的压力太大了 对他们不好 但是如果孩子现在不面对这些压力的话 他们有如何承担未来社会给他们的压力呢 这么叫上光阳的对他们并没有好处 爱好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你让孩子一个人待着 他们可能会对游戏之类的东西相应 想法 让他们学习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感情会更好 许多父母从国外移民过来的时候 几乎没有什么精彩 有些人来自农村地区 因此他们不读书 至少我父母来没有之前没有 他们努力地工作 就为了饿 他们的子女能够生活得更好 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 王子成龙王女成风 原来你可能会抱怨神奇神子 与你的老虎妈妈吵架 但是当你成功后 你对一切的态度可能会改变 这样一来 你应该感谢对你眼里的父母 我长大后没有收到如何感觉 也没有得到太多帮助 因为我的父母一直在空中 你因为我体验过这种被忽略的空中 所以我很了解那种永远自己落后于别人的感觉 你的母亲生学了你并经理二位 你内心甚至回报她的最好方法 就是经理二位并了解她 你的成功对父母来说是最好不过的礼物 反对党 你们可以开始 父母的问题不是他们给孩子压力 而是他们给孩子太大的压力 当然有些事情你不输唱过你的孩子出错 但是当你开始告诉他们他们最好的还不过时 那太过分了 我不同意胡妈带大的孩子一般都很乖 很多时候压力太大 他们会感到主伤 他们现在看起来似乎过得很好 但将来他们会怀念童年并怨恨你 他们会开始抱怨和吵架 说到我们的妈妈 我的妈妈是胡妈 我在五岁的时候 她每天安排我做一些事情 我从来没有修习过 当我说我不喜欢摩世时 她不听我的话 如果她试图理解我的看法 她就会知道我非常感谢她所做了 但我觉得我的童年很不快乐 如果我试图发表我的意见 她会认为我有态度和我马虎 总的来说 胡妈可能想她最好的给孩子 答应他们该让孩子做孩子 给你的孩子一个有用美好未来的好机会很重要 但如果你给他们太多压力 他们长大后可能会恨你 谢谢防备党 现在是指掌时间 我小的时候 我的家庭请了家教 因为我的父母希望 我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 但是 每天我只想去交朋友 现在 我有很多的朋友找到很好的工作 因为他们认识在一些公司 有认识的人 有人埋 孩子有很大的压力 你们希望你的孩子不能交朋友吗? 我不是不想我的孩子学习 而是有时候 中学生和大学生 教很多朋友来帮助他们学的一些 跟人交往的经验 孩子的自由最重要 如果他们喜欢钢琴 或者画画 我会理解他们的 孩子当然应该交朋友 但是前提是不能打扰到他们 学习的时间 没有任何人希望自己的孩子 变得太内向或者学残了 但是社会是不会善待那些 什么都不懂的人 这个世界只会看结果 而不是你有多善良多好说话 再说了朋友不是永恒的 所以何必在交朋友这件事上 想花你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呢? 大家不是都在说 孩子现在压力太大了 时间安排的也很晚 嗯,那就不要在不需要的地方浪费时间了 除了你自己 其他的人只是暂时上你这班车 他们早晚都会达到他们的目的地 而离开你 其实我不反对孩子自己交朋友 但是他们要跟合适的孩子交朋友 不同于一般的朋友 一个真正好的朋友能理解并互相帮助 这样才能成长 但是一个孩子是不会完全懂这些人际关系的 他们只会根据他们的感觉来选择朋友 表面上看起来相处的好的就是朋友 不好的或者反对他们的看法的都做不了朋友 虽然我赞成要给孩子选择的空间和自由 也需要尊重他们的想法 但是我认为作为大人 该安排的教育上的事 就得帮孩子安排好 要不然我们这些年就言白痴了 就算孩子反对也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我同意 但是我觉得父母可以帮助他们的孩子选择朋友 这个办法将来可以给我们的孩子很好的事业 或者比较多的机会 你说的话没错 我觉得朋友和家里都很重要 但是对于我的孩子来说 最重要的是你公平 孩子的自由最好不过了 他们也会记得自己的父母 虽然我们现在花很多钱 我们老人的时候也可能有天 需要女孩子的工 我们都爱我们的家庭 但是我认为我们可能对我们的孩子太特格了 麻烦你开始防备她的结束 我认为虎妈不该被叫虎妈 因为他们的付出一点都不比孩子少 他们更像是超人 但是同时也该得到更多的体谅和尊重 他们真的很伟大 他们也只是希望他们的孩子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 他们成人后不必跟任何人低头 他们在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来对他们的孩子好 小时候吃苦不算什么 但是到了社会才发现我本该用功的学习 那已经太棒了 那时你会后悔 但是这个世界什么药都有 就没有后悔药 你是想潇洒的活着 还是因为绝望而无奈的成为一名躺平少年呢 我觉得一个人要想活得精彩 背后绝对少不了一个伟大的妈妈 生活不仅仅是学位和商的成功 我们的关系最重要 帮助他人和结交朋友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公有意义 孩子应该有可爱的爱好 而不应该只会学习出本商的东西 我儿子是个很开朗的孩子 他应该学会怎么给其他人相处和口碰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比起智慧、词读书、生活智能更重要 我很赞同一个看法就是 知识不是只从书本上出的 智慧和生活能教会 你太多太多的道理也可以打开你的眼睛 提高你对于这个世界和对于任性的认识 这种成章是自己一个人 在家里面对好几路的书本 都学不到的尝试和经验 我认为比起孩子都他们未必喜欢的不熟学位 或者把他的未来和视野方向安排 还不如多花点时间了解孩子的信号 并且尊重他们的选择 感谢所有的小组 你们都很口致令理而且聪明 还给观众们带来了一次辩论 这是你们的道理 我希望你们喜欢网上的点论 祝你们期末考试好语 欢迎 带恩子 我们在中文课是真的很像你 太可惜了 你上学期不能跟我们一起上课 直到新冠疫情 这书让我感觉好点了 这是我最后一学期唱网罗课了 这段时间 我算了五美课、中文课和四门理事课 这让我非常的忙 十年前 我开始对理事很感兴趣 特别是十八世纪欧洲历史 我原来不喜欢历史 可是 通过学习古典音乐 我开始喜欢它了 实际上 我现在在上一个 关于启蒙时代的研讨会 还有 这个夏天 我会加入研究奖学金 祝贺你毕业 在找到工作上 好运 这一点 起来 终于 你 在 这一年 大 中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